好 欢迎回来 国际泳联本赛季的收官之战 世界短持游泳锦标赛将于12月3号 在多哈节目 本次比赛孙杨 叶诗文等名将将不参加 但是比赛仍不发看点 参加短持世锦赛的国家队部分队员 目前正在北京进行集训 这其中就包括在人川亚运会上 一名新人的自由泳小将宁泽涛 宁泽涛是在上周日来到北京的 在结束了11月初短持世界杯北京战的比赛之后 队里给他放了将近两周的假 不过即便假期 他也坚持每天下水训练以保持水感 目前宁泽涛的状态已经基本恢复 并且开始了备战短持世锦赛的强度练习 本次比赛 他报名了男子50米和100米自由泳两个单向 并很有可能还会参加混合泳接力的比赛 而如果参加接力 宁泽涛将面临一天两赛 这对他的体力是一个考验 除了宁泽涛 中国队这次还派出了鹿营 唐义等名将参赛 信任方面 在亚运会上获得女子100米杨勇继军的 广东16岁小将汪雪儿 亚运会女子50米别勇继军刘兰 亚运会女子50米蛙勇亚军索染 也都将参加本次比赛 不过对于包括宁泽涛在内的 大多数参赛选手来说 这是他们继亚运会 全国游泳锦标赛 北京短持世界杯赛之后 赛季末的连续第四战比赛了 巅峰的状态能否延续是个问题 年川亚运会出色的表现 以及赛场外超高的人气 让宁泽涛成为中国游泳队 这次出征短持世锦赛的最大看点之一 不过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 连续由四场高强度的比赛 这对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说 都是一个挑战 不过宁泽涛表示 会经自己最大的努力 为赛季完美受关 庄台记者北京报道 世界柔道大奖赛青岛站 昨天开赛在第一天进行的男女 六个级别